欢迎收看欢迎把抓 我是张道合 今天装出四个关键次 带你掌握天下事 沿五十万重宝藏秘星 突然约谈搜索三住处 这才知道尹亚伦出大事了 涉嫌额绍姓剥削 五十万的招宝金 还限制出境出海 现在海外工作全停摆 明明不是贪污跟诈骗 五十万这么高的招宝金 是被搜出更多的市政吗 检察官的盘算 要带你看进去 大批网军洗大牙 不是才刚收到网友讯息 说有公关公司要发动攻击 几个小时后 大批留言涌入 清一色是力挺黑人 但一看怪了 怎么都是剪体字 这手法太拙劣了吧 事后一查 这手法跟当初王力宏事件的网军 几乎如出一策 喉出大决赌一把 上节目直求对决 对深蓝选民最在意的话题 全盘承诺 归队的号角要吹响了吗 郭霖茨国民党要不要选 会不会背信承诺 还是坚决要拼一把呢 郭董近期频频出招 真的是重伤国民党 还是扫到了民众党 把之前留到科的选票通通吸回来 郭董的一举一动扣紧 选情走向 现在介绍间四位特别来宾 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杨直斗 大家晚安 执政媒体人谢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新美市议员陈伟杰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晚安 民众党发言人杨宝珍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演艺圈的MeToo真的是烧不停 尤其是现在司法记录之后 这才知道 一定要查清楚之外 而且检方在昨天动手之后才发现 哇 燕雅伦你这次恐怕是躲不掉了 这一来一往搜了这么多东西 这交保金竟然高达50万元 怎么回事 来看到的是 这在昨天7月3号的时候 事检指挥了北市妇幼队 搜索燕雅伦聚诸所工作室共三处 他查扣了什么呢 有平板 有笔电 有手机 而且耗费了三个小时 从电脑的云端下载大量影音资料 就说你除了看到那些东西之外 他云端还藏很多啊 所以他花了三个小时 全部都下载下来了 而且里面最有猫念的是什么 发现手机空盒 跟燕雅伦正在使用的手机序号不同 简单来讲是这样 你买手机会有个盒子 盒子上面会有一些相关的号码 你丢了之后你才能去证明这件事情嘛 没想到这盒子那另外一支手机去拿了 你这是跟原本的手机不一样啊 那你那一支手机里面有藏着什么 不能说的秘密吗 好 我们来看的是 那现在检方大动作来搜索来约谈 那这个大家讲说这时间点会拖很久 因为在6月21号的时候 要乐记者会的时候 试检说 好 没有问题 因为它涉及了额绍性剥削 所以我们试检 试灵地检署主动侦办这个案件 那6月24号报案之后 7月3号搜索约谈 6月21到7月3号 如果你犯罪 你会怎么做 当然是灭阵嘛 对不对 这个平板啊 笔电啊 手机我就通通丢了嘛 或是我直接把它格式化了嘛 大家都有这样的想法嘛 所以大家想说 警方你这样办会不会太慢呢 给这个盐亚伦时间来灭阵呢 其实跟大家讲 不对的啦 原因是什么 现在法界就有说了 现在检察官会不会先钓鱼呢 钓鱼什么 他先看你会不会去灭阵 如果你以后会灭阵 以后上法庭 你就完蛋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你删掉的东西可以回来吗 答案是可以的 包括调查局 包括刑事局 他们有所谓的电磁还原 你一个月内 两个月内 都可以陆陆续还原 虽然没办法到百分之百 但可以还原 而且还可以还原说什么 你什么时候删掉 如果你今天被抓到是6月21 6月22号 完了事情爆发钱 我赶快删掉 那以后在法庭上面 你可能就会比较弱势一点 好 另外我们刚刚谈到 50万元交保 又是限制出境出海 大家会想问 怎么会这么高 对吧 今天他又不是真的犯一个 非常大 像是贪污罪 或是诈骗金额非常高 你必须要拿出重保 而且他还认为说 他可能会跑掉 所以他给他50万元 出境出海 大家会怀疑 你是不是涉嫌偷拍案 你不止一见呢 现在像这个滚雪球般 越滚越大呢 毕竟他现在设犯的是 额绍性剥削的防治条例 7年以上 并科500万以下的罚金 但是如果今天是双方同意下拍摄影片 大家不要忘了 虽然是双方同意下拍摄影片 但人家是未成年啊 对吧 而且你还流出啦 不管是手机行 或是你都有责任嘛 所以现在如果是双方同意之下 一样是判6个月以上 7年以下 有期徒刑 而在昨天晚上 他在试检复训之后呢 这个严亚伦有说了 会努力捍卫自己的清白 不过这次的检察官 真的是非常的硬 50万之外 限制出境出海 直接跟他讲说 你不用想出国了 你所谓的海外工作 全部都停摆了 但严亚伦 也不是省油的灯 他有一个很强的能力 这个能力叫做超能力 超票超 他有钱嘛 有钱可以干嘛 请律师 我请最大咖的律师出来 你可以看到 律师中维汉 曾任北检 黑金组的检察官 办过这个立委收费案 还有资深律师 陈建德 这是这次案件的委任律师 那另外大家有说 是不是你这个严亚伦 风水不好呢 刚搬家就出事了 他原本是在天母社区嘛 三房的格局3000多万 他卖掉之后 就现在搬到内湖豪宅 8000万 而且还跟艺人王子做邻居 好我们讲这个案件 其实是要跟大家讲 他现在的钱真的是非常多 因此他可以请很好的律师 未来在打诉讼的时候 真的比较不一样 来知道 我们刚刚提到了 现在严亚伦最厉害 就是他的超能力 这两个律师来头 真的不小吗 其实我先回答 跟他面证这个说法 因为面证这个说法 其实听起来蛮荒谬的 检察官真的在钓鱼 有那么厉害 或有那么阴谋论 大家知道 灭证的这个罪责 是比这个性剥削法的行责 是来低的很多 灭证只要两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或者是500元的以下的罚金 那比起这个儿哨性剥削防治条例 动辄7年以上 或者是如果是双方合一的话 6个月以上 这个行度算是非常的轻微 所以你说要灭证吗 什么叫做灭证 难道只有网路上上传云端这些资讯吗 我们要知道过去 那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爆打高家瑜 那一个人叫什么 叫林秉书 他东西不全部都是在云端上面 他还有一个豆腐头 小小一个 那个时候是检察官兵分好几路去搜索 然后把这些东西全部备份 把豆腐头这个证据当证物 把它保备下来 那如果说严雅伦是放在豆腐头里面 放在随身硬碟里面 他不在这个云端上面 那你说他这段时间 这个那么多的时间要灭证 找灭证啊 我用这个USB记录起来的 或我用豆腐头记录起来 我找个抑压机或空水泥 我就请人丢到海边去了嘛 所以你说今天检察官办案的进度 有没有说真的是在钓鱼 或者说外界网友床的那么神 说你看他们这个就是在 看如果严雅伦有灭证之前 就可以加重他的行者 我觉得其实就是动作慢了啦 我觉得动作真的慢了 因为你说嘛 你怎么去解释我刚才所讲的 如果豆腐头真的被他丢到水里面 孔在水里面 或是抑压机把它破坏掉了 那要怎么办呢 你查个什么东西呢 所以说我是觉得说 这一次检掉的速度 好像没有上次去扣查 林秉书的时候那么快 那再加上 这个我不好说 是不是他们之间内神通外鬼 但是他的律师真的大有来头 尤其是我们检察官很多人退下来 都去当律师为什么 因为检察官里面也是有学长学弟制啊 他不见得说是 我对这个办案非常的熟悉哦 他可能只是一个门神 坐证在那边 他就是诚扮的 这个检察官刚好是同学 刚好是学弟 我就可以去压压他的气势 不然你去看 这个律师钟维翰 他以前当什么 北检黑金组的检察官 办公务员收费的 办贪污的 他还当过什么 他还当过这个大公司去查这个背信 内线交易的这些重大的案件 在他职业 就是在他当检察官的这十几年里面 他都办公家部门的这个案子 所以你说他突然去查一个这个偷拍 或是性剥削的 这些关于儿哨条例 关于性犯罪这些东西 你说他真的办案比起来 会比其他专办的这个律师更专业吗 其实不尽然 但是今天有两个嘛 像陈达德他可能就是这一次主办的人 可是这个钟维翰可能是跟这个 陈办的这个检察的这个团队 有可能一定有上对下的关系 或是他曾经在里面体系里面 也是受人敬仰这个学长 那当然大家会给他一点客气 不要说什么观观相互 给你一点面子 或是我在侦查的时候给你一些方便 或给你严雅伦你竟然是一个有头优点的人 不然我们也是客客气气的对你 有些我们去法院最常看到一些检察官或法官 没钱没事 我当然会有一点关架子摆出来 那今天严雅伦派这一个大律师 派他曾经当过检察官的这个十几年的经验 坐证在那边 我相信他在庭讯的时候 会比较心情比较放松一点 兵哥我们其实看到这次的 这个交保金50万 其实一般来说不会这么高 如果以前看贪污好你贪一千万 你本来一两千万你本来交保金就要高 如果你今天是诈骗 你诈骗金额非常高 你本来就要焦据这样的交保金出来 因为我怕你跑掉 但这次他会跑掉吗 他开了50万交保 是他发现什么吗 一般来说这种牵涉到性侵或是儿少性剥削 这种案子一般交保金额不至于这么高 对 像2018年有一个姓罗的 他是下药性侵两个未成年少女 这很恶劣的行为应该很重对不对 5万 才5万这个都十分之一 对 而且没有限制住居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对性相关的东西 我们表面上好像发生很重 可是实际上交保金额都很轻 对 那当然交保金额其实是看你的身份地位 还有看你的背景而定 那叶亚伦的交保金额本来就会比一般人高 为什么 第一个他知名隐心嘛 第二个他家里本身就有钱 然后他赚的又很多 那再来这是一个社会瞩目的案件 所以他一定会交保金额相对比较高 那对他来讲我请了一个好的律师 在官司上真的有扭转的机会 我自己有个亲身的案例十几年前 那时候被人家告 就告的时候对方律师人家告我 然后律师都迟到 没看到人 结果法官居然就违反程序叫我先陈述 那我也没办法知道陈述 陈述到一半那个律师跑来 跑来之后呢 他说学妹拍谁 先攀关系啊 对学妹拍谁 然后那个他说我等一下还有一个案子 可不可以先让我讲 然后他就批啪他讲完五分钟讲完 讲完之后学妹拍谁我先走就走 我说法官这个会不会太离谱 就要说你闭嘴 实际上他直接当局就这样跟我讲 你闭嘴 那我就想这个案子大概就凶多吉少 这么夸张 他直接就这样子啊 那当然现在情况因为那是十几年前啊 现在情况也许会好一点 但是问题是因为你知道法界跟军界一样 都是一个封闭系统 大家都是出自那几个固定的学校 跟那几个固定的环境 所以他们彼此之间有关系 认识这是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要花大钱去请这些律师 那至于说灭证这个东西呢 说真的啦 你想想看林秉书那个时候 他我们都刚直斗有讲找到豆腐头了 请问一下现在谁看到那个豆腐头 谁知道那个豆腐头有什么资料 后来不是被政策说 检方手上扣那个豆腐头 根本不是最关键那个豆腐头 对 所以这中间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那当你跟检调如果都有一定程度的关系的时候 很多官司就变得很好打 所以我觉得到现在 你到最后严亚伦 他当然目前工作上一定遭受到某一种挫折 对 可是你说他会不会真的被定罪 我看这个还有点 难道有关系就真的没关系吗 维切哥那如果真的没关系 那这些物证会不会也早就被灭证掉了 那怎么办 当然我觉得灭证可能是一种可能性 但是我们就可以从他去 去参加这个要乐的这个记者会来说 我只能说我认为他早就是已经有所准备 所以他去参加这样的一个记者会 然后又请了这样的一个豪华的律师团 来让他做辩护 不管是刚刚提到说他们法界之间的关系也好 那至于有没有这个灭证的这个问题 我在想因为他也有这么强大的一个律师 给他更好的一个建议 我认为他一定是朝向 比他最有利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进行 所以我会觉得说当然灭证是有可能性 因为可能你可能是手机 你把它一些影片做删除等等 但是说真的这些删除 我想我们网路上查都知道说 这个可以用电池还原去把它做还原的 所以根本没有用 对 也未必是有用 但如果是手机还是云端或是等等 都会有记录的 或者说你在哪些平台上 真的如果这是刑事警察 或是说检调要去查的话 是一定是查得到的 那只是说就像刚刚直头讲 会不会你是放在这个随身碟里面 或是什么样的一个里面 然后你把这东西丢掉了 那这个丢掉的过程当中 到底检调有没有收到这些东西 那我还是认为说刚刚也提到说 因为他委任这些律师 不管是对于这些侦办都是非常熟悉的 那会不会比较倾向 对他有利的方式来做一个铺陈 我刚刚提到 我想一般人不会在那个记者会 跑去现场说跟他道歉 所以他已经在一个铺陈的过程当中 所以我会认为 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说 大家都很瞩目这个案子 但我们还是觉得检调 应该是在这个侦办的一个积极度上 我们还是感觉有稍微晚了一点 那也应该让 因为大家都瞩目这个案子 因为刚刚韩兵哥也提到说 过去李中卫是12万交保 那我觉得当时李中卫的事情 我觉得没有那么多me too的这些事情在延烧 因为这已经延烧了一阵子 所以我想大家还是会放大眼睛看这个事情 所以他用50万交保限制出海出境 然后让大家觉得说我们检调 我们这个司法系统是重视这个案子 也希望可以水落石出 让我们这个小孩子呢 或者说这个儿哨的这个 在性剥削上可以得到更好的一个保护 保证你知道其实现在严雅伦这个案子 到现在已经歪楼了 歪到一个不行 前面我们讲他用什么罪办 他犯了什么样的错 然后怎么样去搜证 怎么样去灭证 这些律师的可能性 现在网友吃卦更不是这个 昨天关键字最红的是什么 就是严雅伦他有化妆吗 就觉得奇怪 我上网一搜 怎么回事 原来是你记者会那时候 耀热那记者会的时候 他去 太帅了吧 原来是有化妆 所以昨天被约谈的时候 好多人都在问他说 严雅伦你有化妆吗 你怎么看 我先讲 其实当时就是严雅伦 直接冲进那个耀热的记者会的时候 有点吓到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其实 当那个耀热他是前一天 他预告说他要开记者会嘛 那本来应该是预期 让他好好的去陈述讲这些东西 但后来因为严雅伦冲进去之后 他整个就中断 他没办法讲完 所以我觉得光是这一点 其实就已经引发两派的论战 有一派可能是严雅伦的这个粉丝 我觉得他太帅了 对直接就是直求对接 直接跟他去讲清楚 说明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但另一派人就会觉得说 你这样不就等于是让他没办法 把事情讲好讲慢吗 这是一个 那再来 因为那天呢 就是大家就在想说 奇怪他有什么记者会上 他后来不是进电梯之后 还要爆哭吗 那爆哭之后 大家就开始想说 奇怪他的脸上 怎么好像没有那个 化妆品的那个痕滞 因为大家想说 如果是粉底液 然后流泪的话 他可能会有一个 这个直接泪痕过去的话 其实是会有一些痕迹在 那他看起来没有 所以大家就说 他到底是有化妆还没化妆 可是因为之前 其实炎雅伦他曾经在 节目访问的时候 他有讲过 他说因为其实他本身 我在猜他可能是想要表达天生励志 但反正就是他好像也不太化 这个什么睫毛膏或是眼线之类 他本身眼睛的那个睫毛 就要比较浓密一点 所以他自己当时是有讲过说 他好像都会被人家觉得 你是不是有化眼线 但其实没有 他自带眼线 所以现在的确就是有两派人 就觉得说 你到底是有化妆还没化妆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说 大家现在讨论的是 他脸上的那个化妆品 粉底液 是什么牌子的 好 那在Y楼的还有一件事情 大家去看一下 在这个中国大陆这边 他的网页上面 被改了一个黑白的照片 那他当时是那个 飞伦海这个团体出来的 另外三位成员 他们的照片是没有被改成黑白 就只有他 现在被改成是黑白的 所以大家觉得是不是有点不吉利啊 那甚至很多人觉得是不是在恶搞他这样 因为可能这件事情真的闹得太大 然后等于说把他的人设给翻车了 因为其实说老实话 当时他是先从这种歌手起家 然后后来也去演戏 后来发现他主持也不错 就是他整于是 就是很多元化的发展 大家觉得他在演艺圈的发展是还蛮不错 然后也觉得他很常针对一些时事去进行评论 甚至跟政治相关的议题 他都能讲 他也都能讲 他都可以评论 所以大家觉得哇 他的发展好广哦 可是也因为这一次的事件 真的会让他整个人设是有点崩坏了 周一到周五晚间十点 请锁定环宇第八状